而最近过去一直看坏美国经济 但是某个程度也不断地分析 美国必须要做更多的措施 才能让美国经济慢慢复苏出来的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Rogoff 在接受美国电视台CNN访问的时候 也附和了这个说法 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将比其他的国家 尤其是欧洲跟亚洲中国大陆等国家 来的表现亮眼很多 A bottom It's a fair game to say we can do better We have a plan where the economy's going to grow better But if you're going to evaluate what happened Was it a bad recovery?Was it a good recovery? I think you have to compare it to deep financial crisis This was not a plain vanilla recession And you have to compare it to deep financial crises We've had in this country Which don't happen very often And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如果你按照那种规定 美国也不会做得太坏了 洛克夫的看法基本上也是认为 美国的表现会比其他的国家来得好 而且他的前提是欧债危机不会转好 欧债危机目前的状况 它其实出现了几个松动的现象 首先欧洲的政治开始又有了新风暴 这个风暴出现在欧洲大到绝对不能倒 比西班牙更严重的国家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前总理布鲁斯科尼又回来闹事了 上次就是因为他闹事 从希腊的整个公寨风波 马上就穿越了地中海 在意大利熊熊烧起 那是去年11月欧债危机的最高点 后来布鲁斯科尼因此下台 结果最后由技术官僚 也是经济学家大学校长孟提 出任了意大利的总理 结果最近布鲁斯科尼开始 对全世界的几个重要的媒体扬言 他说他不再支持孟提出任意大利的总理 他要回个头来再度的挑战孟提的总理职位 而在西班牙的部分比较大的政治风险是 11月25号这个月呢 加泰隆尼亚要进行公投独立 但是欧盟呢跟西班牙的中央政府紧紧的站在一起 他说如果加泰隆尼亚公投宣布独立的话 欧盟不会接受他 也不会让他加入欧盟 那所以某个程度来讲 加泰隆尼亚的公投独立 未来呢可能不会获得国际的承认 他可能会陷入更大的经济危机 所以整体来讲呢 如果三方面来说 希腊看起来是好消息 西班牙也是一个不错的 由欧盟来支持他 使他不至于走向国家的分裂 从政治危机变成经济危机 现在最严重的是这个老贝鲁斯科尼呢 又回来挑战了原来的总理 也是使得意大利的经济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梦停 希腊11月16号现金九要用请 而欧盟国际货币基金会 IMF和欧洲央行这所谓的三巨头 却迟迟未决定播放下一笔315亿欧元的纾困金 然而雅典股市2号却大涨5.4% 原因是希腊国会在10月底 以些微差距通过了国营事业私有化法案 行业包括石油能源 采矿和旅游地产等 总值达500亿欧元 是二次大战后全球最大的私有化计划 而希腊出售国营资产 也是获得IMF贷款的条件之一 此举也获得同一天举行电话会议的欧元区财长的认可 应可增加希腊及时拿到救命前的几率 希腊国会通过私有化法案的当天 财长斯图纳拉斯也把2013年预算案送交国会审查 这份预算案包括总值135亿欧元的减支和附水方案 这时希腊政府和三巨头协商了好几个月之后 好不容易拧出的准结方案 德国财长肖伯勒说 11月12号的财长会议上 会看到三巨头对希腊经改进度做出的报告 届时财长们应会决定是否批准希腊的纾困金 不过希腊国会外再一次民意在怒吼 这些民众从国境最北方的佛罗瑞纳 开车650公里来到雅典 抗议燃油价格高涨 去年他们经历了零下30度的寒冬 却没有足够的燃油取暖 他们在国会前倒下准备好的冰块 要政府取名之所苦 政府提交预算案的同时 也宣布预料2013年经济将萎缩4.5% 衰退幅度比先前预期的3.8%更大 而公债债务占GDP比重 也将飙升至189.1%的纪录高位 显示准结的药方 只让希腊病情更加恶化 欧债危机这处又闷又长的连续剧 还横升另一枝节 这回出来搅局的是已经淡出镜头快一年的 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 号称政坛不倒翁的贝鲁斯科尼 每回官司缠身总能全身而退 这回却栽了个大跟斗 米兰法院裁定 他经营的电视台透过诈欺手法 逃漏大笔税款 必须入狱服刑4年 一如以往贝鲁斯科尼再次高喊 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仍然是意大利中间偏右阵营领袖的他 推翻自己前几天宣布退出政坛的声明 誓言一定会留在政坛 贝鲁斯科尼还有两次上诉的机会 而且根据特赦法 他的四年徒刑将减为一年 不过愤愤不平的他扬言 现任总理蒙蒂政府追随德国霸权式的经济政策 加深意大利的经济衰退 他考虑撤回对蒙蒂政府的支持 贝鲁斯科尼2011年11月被迫辞去总理职务后 便交棒给技术官僚出身的蒙蒂 但蒙蒂必须仰赖包括贝鲁斯科尼的自由人民党在内 多个政党的支持 如果背试真的倒阁 蒙蒂内阁必须总辞提前该选国会 将使意大利陷入政治乱局 债务危机也势必再掀博蓝 贝鲁斯科尼并未提出时间表 只说未来几天会看盟友做出决定 随着意大利2011年中陷入衰退 该国9月失业率达到2004年以来的高点 百分之10.8 国内对准节措施的反弹声浪 滚雪球半越来越大 这天各行各业的民众在罗马参加蒙蒂下台日游行 要求紧缩措施紧急喊停 这项民众在热门音乐陪衬下游行 另一头却是警民互欧的火爆场面 双方剑拔弩张毫不退让 蒙蒂上台后 雷利风行推出了减支和加税措施 以解决意大利的财政赤字问题 但是民众忍了又忍 牺牲再牺牲 经济数据却显示 所有紧缩措施省下的钱 根本就被经济萎缩吞噬了 意大利人怎能不愤怒 蒙蒂先抛下国内的纷扰走访马德利 暗示西班牙总理拉霍伊快点寻求纾困 让欧洲央行得以启动买债计划 这是安抚金融市场最有效的绝招 但拉霍伊就是不肯就范 对于马德里政府来说 市场压力已经大幅减轻 西班牙今年的举债目标 也几乎完全达标 除非事况突然急转直下 西班牙可能真的不急着提出纾困